王国晨 64岁 丧傲 现居双阳市西安村 农民 住房面积90平米 这就是你家呀 贴着路边 你家房多大平啊 我家房90平 90平 走吧 带我进入看看 人家没有小院 菜园的啥子呢 后面的 后面的啊 后面有菜园的 王大哥家景色特别好 空气新鲜 红娘还没等到屋里呢 就感觉到黄大哥是一个干净的人 这院子里啊 是一尘不染 没想到啊 一进屋更让红娘眼前一亮大吃一惊 走啊 哎呦 我天呐 你这屋也太干净了 看出房了 看出房也挺大呀 今天你跟这屋这 你是 哎呀 这有水啊 这水干净 真的没事 看出房子 再擦一碗 嗯 擦一碗 你先擦一碗 是不是眼睛里一点都看不 看不了灰啊 那我埋着呢 我也不 埋着呢 我不得劲 我就是 我就是干活的时候啊 在外面他们打过干活 我也叫他们特殊干净 我多事啊 嗯 这样 黄大哥觉得啊 看一个人干不干净 第一眼就得看看这厨房啥样 难道黄大哥是知道红娘要来 特意收拾呢 您平时也这样 不是说我们特意来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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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屋里面不是病人 有的家埋着就去那厨房 你想收就收不来 我房间十多年了 嗯 是 但是说新的话 你我经议收得干好 你啥样就啥样 是吧 嗯 是 不是 我有点埋着丑不好啊 你还是干净丽丑 丑地丽丑 你做失败 他心得劲 这黄大哥还真是个干净丽丑的人 黄国臣大哥虽然是农民 平时除了把自己地种好 还会出去打打工 您现在打工做啥呢 打工我们就是修道 师生 哦 那一天挺累吧 你现在夜市沿沿的 不打累 一天一给钱 一天能多少钱呢 一天一给一 干啥不一月 那時候一天一月三千元嘛 早上哪幾年起了呀 早上三年多呀 現在未然都64歲了還待不住呢 嗯 說新話我也沒有公職 不僅有公職 幹幹事業 嗯 現在這社會咋 你家得過好啊 他別蓋別賞肥的 嗯 這個人你 人家的人你啥都不錯 咱們你也覺得他也得有房友吃 我就這麼奮鬥 我就這麼想 嗯 是 64歲的黃大哥是個要強的人 這些年為了過上好日子 為了給兒子更好的條件 吃了不少苦 挨了不少淚 如今兒子成家立業了 還是當地的一名教師 提起兒子 黃大哥一臉驕傲 這不 孝順的兒子還給黃大哥 在雙陽市裡買了一套屬於他的房子 我他媽走以後我就不要他住了 就等他先給我買的 先給我買車庫 我給我裝修的 跟他移走去 那房平不大 愛都平 嗯 那你更喜歡住這兒 還是更喜歡住我兒子給你買的房子 我現在吧 說給你例子 我下來就喜歡住這兒了 到冬天再回那住也行 嗯 現在我那房也好 那房可好也說可好收拾 嗯 還老 嗯 嗯 冬天都愛都動 嗯 那車庫都在老婆子呢 也沒窗 可亮他了 我那車庫門打開了 我現在上了鍋裡 那是可亮他了 那這點兒就是可好可好啊 好收拾 黃大哥的小屋是車庫改裝的 麻雀雖小五臟俱全 能看出來 現在黃大哥的生活條件很安逸 但是他唯一遺憾的就是去世的老伴 沒跟他想找府 他把他去世的是這個6月23日 哦 雞這麼清楚 嗯 雞手術手壞的 那些不如說好了 不如說吧 得啥就手術了 他那就是腰心管狹窄 腰疼就受不了 嗯 以後這個就去世了 嗯 是 後來疼那個因為這樣 對 未相容符啊 跟你在一起 未相容符 那個靜頻鬥呢 剛剛還要得好 他有來賓自己呢 來照顧相對 嗯 是吧 他那一顆遊戲也是 從來不跟我接 嗯 賢慧 嗯 老伴雖然不在了 但是黃大哥也得為了自己好好生活 找個伴兩個人踏踏實實的 互相陪伴餘生的日子 不過找另一伴 黃大哥也有自己的要求 就是下個時候回家住了 終於回家住了 嗯 就是這樣 敢講就拿著上地方住的 黃大哥的條件之後 找到了家住長春市的黃淑香黃大姐 你好 啊 你好 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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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紅娘佩佩 哎 黃淑香五十九歲 離異現居長春市 打工 低保護 無子女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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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老婆還是說啥呀 長先個頭都不想不刻忍 不刻忍但是也挺的啥的 但是一點點養沒有 沒演員 沒啥呀 沒演員 我醜的乾脆是不合適的 演員也挺好 就是個兒哪一點 長案我沒打太理想 两人见面都觉得没有演员 但是演员不代表一切 既然黄大哥一大早就赶过来了 红娘劝两个人再多了解一下彼此 毕竟性格合得来才是最重要的